我想让我们三个永远永远永远不要结婚 2018年4月5日 小S最小的女儿许老三过生日 许愿时 她一脸认真的说 希望我们三个永远永远永远不要结婚 小S听着在一旁笑 这个生日愿望似乎并没有惊讶到她 她一定清楚自己的婚姻在女儿或旁人眼中是怎样的 即便是姐姐戴S公布离婚的消息 公众也不忘在叫好之余 其刷刷问出一句 小S什么时候离 一边为生男孩不惜吃壁虎 一边忍受老公孕妻出轨和疑似家暴 如果不是拥有明星身份 被这些标签围绕的小S 简直不像一个现代女性 可结婚17年 哪怕外界劝离的声音日益高涨 她也没有对老公有过半句怨言 她到底为什么不肯离婚 今天 时宜就来聊一聊 围城中的徐希蒂 1978年初夏 徐希蒂出生在台北 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 名字一早就被爷爷奶奶定好 希蒂 谐音希蒂 乳名叫婷婷 寓意是 让徐妈妈停止生女儿 生儿子是徐家媳妇的执念 徐希蒂的奶奶连生七个女儿 才生下一个儿子 也就是徐希蒂的爸爸 徐坚 到了徐坚和妻子黄春梅这里 生子依旧是家庭的必需品 可惜 黄春梅也是连连生女 徐坚便以此为由 开始酗酒出轨 滥读家暴 每每至此 大姐徐希嫌都会躲在房间 做那份永远做不完的功课 二姐徐希媛 则会护在妈妈生前 斥责阻止父亲的暴行 而徐希蒂往往手足无措 在战场之外默默流泪 她觉得自己是家里 最不招人喜欢的小孩 从小别人就拿她和姐姐大S比较 姐姐像小天使 妹妹像小白痴 看到大S 大家都说 怎么这么可爱 看到小S只说 哦 这是妹妹 在邻居小朋友的生日派对上 因为表演节目太紧张 小S害怕得一直笑 然后就被姑姑骂 笑什么笑 不要那么做作 表哥约朋友去饭粥时 只带大姐和二姐 小S想去 表哥却说 让你爸妈带你去啊 实习第一就不讲话 默默难过 好在大S一直护着妹妹 许母和许父分居后 脾气极差 小S犯一点错就要挨打 大S就会像从前护着妈妈一样 护着妹妹 在升学和工作上 小S完全跟随了姐姐的步伐 大S为了让妈妈有离开父亲的资本 选择报考异校 后来被偶像产业的制片人大佬 陈国卿注意到 经纪公司找到许母 表明想签下大S 许母同意了 前提是 把妹妹一起签下 当时的小S还不能理解什么是出道 大S劝她说 我们当明星的时候 可以娱乐观众 让观众觉得很开心 不是很好吗 小S瞬间明白了 当明星可以讨得别人的喜欢 她愿意马上出道 2004年 大S成为两岸最火的女演员 两姐妹的贵人王伟忠 也告诉了小S一个好消息 主持人蔡康永 点名要小S和自己一起主持节目 小S害怕读书人 又怕采访大明星会紧张 大S和从前一样劝她 怕屁呀 就是去试试看嘛 失败就失败 大不了就是转行 于是小S开启了新征程 这档节目从蔡康永和徐希蒂的名字中 各取一个字 取名康熙来了 尽管在这里 小S依旧是被保护的那一个 但康熙来了的播出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在综艺种类贫乏的当时 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收视热潮 2005年 小S凭借康熙来了 与蔡康永获得金钟奖最佳节目主持人 同年她第一次自己拿主意决定了人生大事 嫁给徐亚军 小S在节目现场公开宣布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 令大S都倍感震惊 称怪她 你以前连多久没洗澡都要跟我讲的 曲母的反应更加直接 想结婚我不反对 但婚后不可以回来哭给我看 一头扎进爱情的小S 当然不认为自己会走上妈妈的老路 只有大S到了婚礼现场还在告诫妹夫 如果你没有好好对她 我就找黑道打断你的腿 可惜 徐亚军的腿如今依然完好无损 甚至用这双腿走遍了台北的大半夜店 在小S生育三个女儿的过程中 徐亚军屡次被拍到和辣妹同行 甚至有搂腰搭手等亲密举动 2014年 女嘉宾王颖萍在康熙来了现场挑衅 她声称有个男人夸我的背摸起来很嫩 这个男人大家都很熟悉 但不算是明星 这番话引得小S连连追问 现场嘉宾们则露出暧昧的笑容 突然小S脸色大变 略带尴尬地笑道 不会是我老公吧 王颖萍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其他人想要原场也于事无补 直到小S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大叫 好了你是当我不存在的吗 这不是她第一次面对老公的桃色新闻了 但无论什么时候 小S始终会站在自己老公这一边 徐亚军搂辣妹的腰 小S解释说只是轻浮一下而已 徐亚军在夜店和辣妹耳语 小S解释说 夜店声音太大 说话靠近一点很正常 就连徐亚军深夜打车送美女回家 还转账一万块 也被美名其约做慈善 2016年徐亚军再次被拍到在夜店辣妹缠身 面对媒体的追问 小S立场依旧坚定 回应道 难道让她去儿童乐园吗 不找辣妹 难道找60岁的老太太 之后 她还专门召开记者发布会澄清 据她讲述 徐亚军曾对她说 Baby 就因为你是明星的关系 我们一家都是好人 却要被媒体报道成这样 小S似乎也认同她的话 于是成为许家的发言人 2013年 徐亚军投资的面包店胖达人 曾涉嫌违规 添加人工相金和发布虚假广告 被处以18万元新台币罚款 许家没一人站出来说话 反倒是小S在节目录制时公开致歉 而这一切的委屈求全 到底是为什么 当年和徐亚军恋爱时 她怕自己拴不住这个疙瘩的高材生 于是当着所有观众的面自暴怀孕 以为逼婚 结婚之后 她接连三胎都是女儿 越生越怕 不禁想到妈妈曾说 当医生告诉自己 第三胎还是女儿的时候 徐妈妈大喊着 我不要 我不要 越害怕的越要来 她还是走上了母亲的老路 早在2010年 就有消息称 小S被徐亚军家暴 小S特意开发部会澄清 有家暴 老公在家天天抱着我 后来 小S不仅在节目中疑似带伤 还在吴奇隆问自己有没有被家暴时 半开玩笑地回答 两次而已 除此外 小S某次直播女儿给自己化妆时 女儿捧起她的脸 问疼不疼 还说 被爸爸打坏了 小S明显有些尴尬 找机会岔开了话题 随后匆匆结束了直播 这也不是她第一次在直播中 暴露家庭问题了 有段时间 小S经常晚上失眠 开直播和粉丝互动 没想到有一次声后 突然传来丈夫徐亚军的声音 她非常不耐烦地说 你能不能消停会儿 恶心 小S只能赶紧打圆场 说丈夫是在开玩笑 但表情中的五味杂陈 骗不了人 2000年 小S当时的男友黄紫娇 出轨了她的好闺蜜 曾宝仪 大S接受采访时说 阿宝 以前我们是好朋友 现在不是了 小S却捂住姐姐的嘴 不让她再继续说下去 因为耳不听为清 眼不见为静 多年以后 当婚姻不幸的传闻 愈演愈烈 小S开始频频发布 各种醉酒自拍视频 引得无数围观 她在视频里 一遍一遍强调 我没醉 我没醉 她可能确实没醉 但她也害怕清醒 我是十一 喜欢视频欢迎点赞 关注 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每一次回应 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